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现实状况下的情况具体是怎样呢 这一期我带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家脱发养发的美容店 配合疫情防控停留三天 16号回复正常营业 有一些发廊呢还是开着门的 但是呢里面就没有顾客 再往那边看过去呢 像净霸男装这些服装店 还有往前面一些实体购物的都全部关门了 来到这边是魔灯白火 下面呢已经关起门了 咱们继续一直往前面走看一下 这一间呢是饮品店 门口这里呢也提出了醒目的告示 暂停堂食 而现在路上除了车辆呢 几乎是很少能看到行人的 左手边这边呢是一家茶餐厅 是我经常光顾的一家店 朋友们能看到啊门都已经锁起来了 而在门口的右边这里呢就贴了告示 再往这边看过来的话是麦当劳 麦当劳的门口呢好像就没有贴了告示 甜品店呢好像也是正常营业的 再往这边看过来的话 一整排的散步都已经关门了 而路上的行人特别的失少 我们能看到秒星猪肚鸡的门口呢 就贴了招聘告示 在疫情下面很多餐厅也招不到人 各行各业像这一家理发店 逐步护理店 还有往前面这里的一家花店 全部都已经暂停营业了 咱们继续往前面走 来到这里的话是一间黄金 珠宝交易会所 也都需要暂停营业 这种萧条的景象真的是百年都不一见了 在我面前的这一条路呢是广州大道北 往我的右手边呢是同大路 而往我的左手边呢就是广州大道中 朋友们能看到路上几乎是没有什么行人的 这只是白云区的冰山一角 现在白云区的疫情反空形势是广州最严峻的 到目前为止新增的命令大部分都是置中在白云地区 所以要涉足白云区的朋友们一定要加强防护了 疫情是无情的各行各业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 而我们市民能做的就是家常个人的防护 听众党的指挥 现在我所处的位置是梅花园广场 在这边也设立了核酸的检测点 现在整个白云地区呢就是每天一测 不知道广州其他区目前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 欢迎朋友们在留言区 告诉大家一下 家润广场 是我家附近比较大的一个广场 在这边吃喝玩乐 全部都应有进油 如果不是因为疫情的影响 平时是很多人的 目前是药物店和超市是能正常营业的 大家能看到像华润万家这些超市呢 都是在正常营业的 来到这边的话 商场的大出入口呢已经被封闭了 只有旁边的小道可以进去 而往右手边看呢 能看得出来这边的餐饮店呢是已经倒闭了 在疫情下面餐饮呢是特别不好做的一个行业 这疫情发生以来 我就目睹了很多餐饮店倒闭 只有像毕胜客啊肯德基这些大品牌呢 才能撑得住 其他一些中小的餐饮店呢 很多是撑不住的 除了铺租 人工 水电等一些相关的固定成本 餐饮行业暂停营业一天呢 影响是很大的 但是在疫情下面只有以大局为重 家润广场大家能看到 下面都已经全部关门了 在旁边呢是广摆百货 这边集合了娱乐购物餐饮 等各行各业的商铺 但是在疫情的影响下也只能关停 有的商铺则贴出了全场地之一则 测跪青窗的告示 希望这个疫情早会消失 大家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 愿天佑苍生国泰民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